严林长,请问一下,你刚刚说有很多电视台的记者来访问过你,那您说的话在他们剪出来的新闻里面都没有提到。 你可以讲一下,你认为你讲了什么话,你认为应该要放上去,但是他们没有放上去吗? 4月29号,我参加市长与里长座谈会的时候,我所讲的都是关于市长的形式风格的问题,我根本就没有讲什么爱国同心会,法轮功之间的事情,我没有讲。 而且我一开始就声明,这是个政治问题,我们今天不谈这个,要谈的话,三个钟头,两个钟头,三天五天都根本谈不完,这是个政治问题。 所以我一开始,我就声明,不谈这些东西,我现在是针对柯B的形式风格的问题,我提出很多质疑,就是这样。 那他形式风格,你觉得最重要的,你想要,你跟他讲的是哪一点? 我跟他讲的哪一点?最重要的,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形式风格是,听说,放话,骂人,围剿,无往不利。 他的形式风格就这一套,然后他的百日新政,我给他做一个论定。 第一,有四句话,揭闭清帅,证据不足,创意改变,专业不足,言语粗暴,教养不足,科匹语路,马匹四足。 我给他的建言,要稳健,谦和,自重自爱。可以吧? 这就是你那天跟他,对,他听不进去啊,然后就拍桌子老修啊,对不对? 我讲的这个,也没有错啊,当然你要回答我。回答不了,就拍桌走人。 你希望他怎么回答你? 肇事回答嘛,你缺点,你说错话要改正啊,不能长此以往,一直这样下去啊,要道歉啊。 就是说,选民把你养坏了,我可以这样讲。 你觉得他要跟谁道歉? 跟我道歉啊,我讲的这个话你要跟我道歉啊,他跟我拍桌子要跟我道歉。 他骂谁跟谁道歉。 他骂你什么? 他没有骂我,他跟我拍桌子嘛。 对不对? 他讲那个话要跟全台北市民道歉。 老代理都是大便,这句话。 他那天跟谁说老代理都是大便? 他跟那个谁,电视有多。 我讲,我不在这边讲,应该你们去查一下。 电视有多。 那个前因后果,你们自己去找,好不好。 还有什么想说的吗? 不要说了,政治太可怕。 不要提到政治,不要提到意识形态。 现在都把这个走上意识形态,这个不可以。 很单纯的,就是科匹的形式风格,他的问题。 我希望他的讲话要。 对啊,我那个建议有,好像谦和嘛。 对不对?我讲话要有。 谦和稳重嘛,自重自爱嘛。 谦和稳健,自重自爱嘛。 对不对?不要听说,不要放话,不要骂人,不要围剿。 好,谢谢。 好,谢谢。